請問我 請問我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台北股市的今天終於反彈了 不過到底是談真的還是談假的呢 台灣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來告訴你 俄羅斯大戰恐怕很難算了 因為俄羅斯竟然被踢出了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是史上第一次 俄羅斯有準備好 他的B計畫了嗎 好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指數在這裡 在今天终于反弹大涨了105点 收在17284点 成交量只有2456余 市场仍然观望 我们来看周线 周线倒是结束连三红 在这个礼拜表现确实不理想 在这个礼拜周线跌了341点 好 我们现在用于时间 在傍晚的5点34分 赶快带您来看国际股市 这一波反弹气势 到底能不能持续呢 欧洲股市表现不错 目前德国股市上涨了 超过一个百分点 包括英国和法国都涨幅 超过一个百分点 不过纳达克和Dow Jones 在昨天尾盘拉尾盘大涨了之后 在今天似乎激情过后 涨势稍息 画面上可以看到 期货盘Dow Jones 只有小涨0.26% 纳达克的涨幅也不大 不过昨天尾盘 其实强拉的是纳达克 我们等我来告诉你 到底拉什么股票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油 原油的报价 布兰特原油 目前仍然在涨上涨了 超过一个百分点 最新报价来到101.58 好 在今天我们特别来谈谈 国际股市和股汇市之间的卖动 我们来看到国际股市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晚上 Dow Jones 纳达克是吉拉尾盘 最主要是来自于纳达克的尾盘 由于HP的大涨带动纳达克 也因此带动了Dow Jones 而这样的乐观氛围 也影响到今天的亚洲股市 画面上可以看到HP 在昨天晚上是大涨了14个百分点 非常惊人的涨势 那么影响到亚洲股市 所以亚洲股市在今天 全面都是红盘的 不过画面上的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新台币 新台币倒是在今天 要持续的贬值了重贬7.8分 创下了17个月的新低 股汇是脱钩的 最主要是外资在今天持续 还在卖大卖超过百亿 所以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要来提醒您的是 经营权战火持续狂烧 在今天有非常多的公司 在征经营权这一头 当然包括大家最关注的 长荣 金宝 特别是连中幅都有 经营权之争 在今天攻到了涨停板 经营权之争就是股价的保证吗 另外外资在今天 再凯了115亿 新台币创下新低 台积电倒是往上翻红了 不过外资在今天 还在卖台积电 投信倒是买超 买了31亿 不过投信在换股 在今天涨的是 省准这一档个股 亮灯涨停板 但创为持续还在下跌 三元营收虽然有些表现不错 但股价为什么不动呢 因为没有什么意外 所以三元营收好 还要意外的好才会攻克 所以才会攻坚 画面上可以看到 金星公道的涨停板 钢铁的甩尾 都是反营收的意料之外的好 下周有很多公司 要召开法说会 法说会会变法会呢 等会要来做解读 好来介绍来 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来 政道外交系副教授吴重涵 阿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认飞议师王荣旭 大家好 曾经专家赖先生 憲哥 阿关好 大家好 曾经组主理教授 谢陈彦 阿关好 大家好 稍后军事专家吴明杰 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不过刚刚开始 我们也告诉你 难道竞争权之争 就是股价的保证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 新闻最火的是什么呢 就是长荣的兄弟戏强了 那么在弟弟派 在长荣国际获胜了之后 推举郑申池做董事长 也顺利接任了董事长 没有想到郑申池 屁股还没有坐热 哥哥张国华就发了一封 六个重点的声明书 这六个重点的声明书里头 最有意思的是说 其实我们长荣集团 兄弟可以坐下来谈 其实我们长荣集团 不应该让外人来主导 应该让张家人来主导 女婿是外人吗 而且还说你不是长辈 我们是平辈 所以我给你不是 不是你长辈叫我坐下来谈 我们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长荣这一场 兄弟戏强的经营权大战 恐怕会一战接一战 一战接一战 后续还有什么 还有利荣 还有长荣钢铁 另外长荣在今天 突然之间传出了一个 令我非常意外的消息 是长荣竟然被美国智库指控说 他向中汽买船 会间接助长共军实力 长荣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吗 我们不知道 不过在这么多分乱消息之下 史上最强航海王出手了 航运三雄其实公司这边 都有布局跟投资了 今年我对这个航运股的景气的看法 可以说是还是万里晴空 顺风顺水 股价也都回调 大概也有15个percent 甚至又得到20个percent以上 我们认为这个时候 给他做一个投资 是一个比较基本上 风险相对比较低的 航运景气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投资 我是不鼓励做短期的投资 台湾的老板严一才被称为 是最强航海王 他再度出手了 这次出手是进场去买 过去他曾经说过 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大家觉得很厉害 那个时候航运股大涨 从一张不卖到一张不留 到现在万里晴空顺风顺水 亚颜一才可真是爱恨分明 对 昨天收盘以后 因为老船长回来了 我们常常讲说 豪马再吃回头草 今天他开盘 长龙一马当鲜 涨了5.4%去七颗 当然带动扬明跟万海 也涨了4% 3% 另外连一些散装货轮都涨了 你看玉民都涨了2%多 其他两党 包括慧阳 包括市委航都涨了4%多 当然这个消息 今天最深感就是散户 因为昨天融资突然减少了5000多张 散户真的卖在阿呆股吗 当然后面还继续再看下去 不过对长龙海运 长龙海运这一支股票来讲 他目前遇到两个乱流 那第一个乱流就是美国的智库 吃饭做盈的 那些都吃饭盈 刚才在下文经纬的 你说长龙跟中国船舶 这一家国营企业 订船订很多 它会助长解放金 它的成本下降 这个事情大条 他举证 他说从2018年开始 长龙跟中国船舶这一家公司 订了44艘船 里面有42艘 在他的子公司江南造船里面造 而且我们有证据 今年的二月卫星造到 卫星造到 在那个航空母舰的旁边 有三艘长龙的船 因为长龙船都是绿色的 看起来就很清楚 来 但是长龙马上发表声明 他说这是民用商船 民用商船跟国家的建军的计划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讲这个中国船舶 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是国企 那当然最主要是 帮他的解放金造船 这当然国企不是帮他造船 不然钱还给别人赚 对不对 那这一家公司呢 其实在去年2021年的6月 就被拜登把它列为黑名单 那另外呢 他去年 他去年交船交206艘 一共交了1708万吨 那占全球是20.2% 他是全世界第一大 而且跟他买船的不只是长龙 还有法国的达飞 达飞跟他造多少 跟他直接就订了22艘 150亿人民币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最大的一笔的订单 另外第二名的地中海航运 他是瑞士的 他也跟他订了 他订了多少 订了6艘2.4万TU的 2.4万TU就比航空母舰还大 订了13艘1.6万TU的 另外连加拿大的西斯班 他也跟他订了 加拿大不是你们的五眼联盟吗 那加拿大通通要进通通进了 那在美国智库有指控他们吗 没有啊 所以你看拜登是不是 人家夾的小油啊 是老人次第啊 那中国船舶呢 这家公司当然是中国的国企 也帮中国建造了非常多的军舰 特别是航空母舰 据说呢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就是中国船舶这家公司要盖的 那这家公司当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但老闆的意思是说 这家公司呢 因为帮中国做很多的军舰 也做航空母舰 所以呢 连我们长龙跟他买船都不行就对了 对啊 所以说 那问题是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出口商啊 结果那个 达菲那个订单比长龙还大 你敢不敢对马克宏 这现在是没得力了 对啊 我们来讲第二个乱流 其实还是在兄弟西墙啊 对 那兄弟西墙因为都很难看 外面的形象就很不好 大家本来对长龙长龙花 那四十岁以后才创业的 大家是给他一个赞 结果现在大家看得不少 那最主要的其实最主要还是长龙国际 长龙国际这家过去我们常常讲说 它是一个控股公司 2月25号那一天变天 那就3月6号时间一个礼拜以内要 召开董事会 那召开董事会那一天 前面有10分钟 那是完全双方没有交集 他们很奇怪 你如果出来大家都带整天的 律师会计师带整天的 都很怕人不知道的 同样 都吵吵闹闹闹 弟弟派马上提出 律师整个都出去 我听你来讲就好 过来说买什么 如果这样来讲 如果有程序的话 那没有律师在场 我们就没人做工资人了 叉叉叉 车走纷经后 好 那律师就留下来 双方就留下律师 留下律师之后开始开会了 对弟弟派来讲 有三个意外 第一个意外 他们本来认为3月6号 他们不会召开 所以如果你3月6号不召开 我3月8号 我就超过三分之二 我就自己来召开 这第一个意外想不到 本来他们准备好备案 对 第二个例外就 柯立青第一高票当选没有来 因为应该是由他来召开 他没有来竟然叫 那个代警权他代理 最好奇怪 第三个例外 真的跌破眼睛 整个东西都找不到 竟然哥哥派提名了董事长 是张国明的儿子 那哥哥派怎么会提名 弟弟的儿子做董事长 他们不是在玩家吗 是啊 所以有人说 他递出感染资啊 这等一下我们来看 他的六点声明里面 其实就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这是我看到媒体报道 虽然哥哥派提名 弟弟的儿子来做董事长 但弟弟就为儿子呢 票是投给郑申辞 当然因为他们已经讲好了 你三个已经要白做会 对对对 你三个没有白做会你就输了 你只有一个设计就输了 那可能也是哥哥派说 哪有给你问话 郑申辞 我当你儿子做当事 对吗 郑申辞是要叫义丁嘛 对吧 叫义丁 对啊 没有啦 我当你儿子做当事 对吗 对吗 外人就已经分散了 这其实也不一定是感染之后 这可能也是 分化手段 对 分化的手段 那当然郑申辞后来当选董事长 郑申辞就发表了一个 一个他的声明之后 大家坐下来谈 大家都下来谈 我是长辈 由我长辈 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但是哥哥马上提出六点声明 六点声明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最有意思就是说 常荣国界董事长 应该由真正的张家仁来担任 怕事不是我们的张家仁 怕事不是 怕事姓正 意思是这样 第二个呢 他说 来 郑先生自诩是长辈 不好意思 他不是长辈 这会误导社会大众 我跟他是平辈 平辈 他可以用长辈的姿态 来叫我座人来说 那当然他的声明里头 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说 如果大家不谈的话 那这样好了 张国华说 你们把我的股份买下来啊 我退出啊 要不然你把我股票买回去啊 我觉得这是可厉的啦 这六点里面 就是这一点最重要 他说干脆解散长農国际 解散长農巴拉玛国际 这两家公司解散 我们整个本来清楚 兄弟要买本来就本来清楚 然后 沒關係 你如果因为我没有经营 我的股份你把我买回去 其实这个双方其实是在叫板 那有人说他的股票买完了 我跟你说李永心 投资委李永心 那长農是聚宝盆 那是沈万三的聚宝盆 那每天不管你有没有睡觉醒来 就是六点五亿就出来了 所以不用担心张国华把股票给卖掉 他已经委托 他很多都信托了怎么卖 好 那接着的静怡权之争 恐怕长農国际之后后面更精彩 对 他算的马上是立荣航空 接着是长農钢铁 可以说是一战接一战 一仗接一仗 这个从今年到明年 全部所有长農的子公司 通通面临改选 所以风火连天 我们先来看立荣航空 那立荣航空这你们看 这毫无疑欲了 你看张国伟就33.44 那另外地底派 就是现在长農国际就地底派掌控 23.48两个加起来就56.59 那目前来讲立荣航空有七席董事 那长農国际有两席法人董事 他马上换人就好了嘛 那张国伟他本来有三席董事嘛 所以七席里面拿五席 所以这个已经拿下来了 没问题 这也就是郑森池他会当董事长 最主要原因就是 澳房跟他中间的关系嘛 他是可以跟二帮沟通的 对 他代表澳房 立荣航空应该弟弟派拿下来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好 那接着下一仗就是 好 那既然你哥哥说不想经营 那你为什么长農钢铁今年十月才要改选 为什么突然发动奇袭 六月时候要改选 第一派来臭手不及 我们看 第一派33.59 33.59 照说是大股东 但是哥哥派他自己的再加上殷琪的12% 加起来是32.11 32.11 差不多一% 市军里头 而且疼国外面委託宿都不好了 另外所有的国际法人 法人持股 他们也都会支持公司派 所以理论上来讲 长荣岗他哥哥派拿下 拿下以后影响到什么 长荣岗持有长荣航空4.7% 所以他影响到长荣航空 对 所以这些也 所以为什么当有产生七十 一环扣一环 对啊 所以刚刚在讲说 没有买 不是你买我 我买你 那些都在讲价 讲妄价 但回到投资人最关心的股价 最强航海王进场了 妍艺才进场了 是不是代表股价要涨了呢 我们回顾他过去的操作绩效 我刚才说他爱恨分明 对 如果以谈恋爱来讲 那叫爱之欲其胜 恨之欲其死 我爱的时候是一张不卖 奇迹自来 更是 当他没爱的时候 叫做一张不留 通通卖光 对 所以我们来看他卖在什么时候呢 他其实当时呢 12月28号到3月14号 卖出了2200多张 均价卖在126.29 3月16号又卖了2000张 均价卖在151.31 后来他几乎全部卖光了 卖光 大概就卖在这个附近了 最高有卖到151块钱 对 好 第一个最新消息是 他竟然买了 对 买在多少 买在128.5 观众朋友均价在128.5 昨天刚进场买 今天公布的3月营修 就创下历史新高 你说有厉害还是不厉害 对 他主要是 护他自己的股价 因为他卖这些 都是以前的资本很低的 所以他赚了EPS3.4块 所以你看 但是人家厉害啊 人家三天买 今天营修出来就是 创历史新高 老船长就是不兴准嘛 我们这个新手 就站起来蜂蜂你知道 够小货就越看越好 够小货就哭哭跳 市长会不会又卖在阿呆股那种 我们来看公格 所以我们回来看航运股 好 那我们来先看长荣 因为我觉得长荣今年 还是非常好 第一个我们看到 到处现在中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几乎半封城嘛 那这个部分感觉上 照理来讲 因为失业可能会差一点点 但是你看他第一季 说不出来 怕事由3月创历史新高 对啊 好 所以他现在这个季线 没什么压力 这个压力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在那边买 他先说一张不卖 一张不留 卖在151 我告诉你他嘛 人家现在买在128 对啊 所以要对于走的话 所以他变会影响到 长荣的股价 所以他应该是最准分析师 航运最准分析师 对 他以后会变成航运股神 所以最好不要出来乱讲话 你要讲就要思考一下 不然记者都截取你他要的 那现在散户要怎么办呢 机场买 第一季可能会超过15块 去年是7块半 就第一季的EPS 比去年成长一倍 所以今年应该没有问题 就绝对超过去年的是15.63 所以理论上来讲 现在有人你说 长荣不应该 没得更好 长荣现在从全世界 前年的第七名 现在已经第五名 因为他十艘 2.4万Q的大船进来 所以长荣也是台湾之光 所以兄弟不要再吵了 你们再吵下去 你们爸爸青年真的在那里扣 会叫他给你们打 来 我们放大一点 散户真的好可怜 你看 昨天平时是大姐 所以昨天 炎翼才进场 最强好海王进场 我们散户真的杀在阿呆谷 是 亢人 大家算后 台都是台的阿呆谷 我们来投一下票 所以 这是长荣的好买点吗 既然 炎翼才能进去买了 是不是 最强指标 请举拍 长荣的好买点浮现了吗 来 两票圈 陈彦放中间 我们来看 经营权之争真的是 股价的不紧吗 我们来看到台股 近日最重要 刚谈的是长荣 其实最近陆陆续续传出 有经营权之争的 各股的股价都表现不错 在今天亮灯的是中福 所以除了长荣之外 中福在今天亮灯涨停满 我们来看一下中福的股价 因为很多工人朋友 不太认识这家公司 但中福最近也是 闹得沸沸扬扬的 股价在一早 九点半破就拉涨停满 本来昨天还传出 有可能会停举交易 想不到在今天一开盘 没多久就亮灯涨停满 中福发生什么事 好 当然经营权之争 现在绝对是盘面 非常重要的焦点 所以这个是中福 第一个大涨的原因 当然背后带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发现资产 因为中福是一个 50年老字号的纺织股 可是其实它的纺织的部分 早就已经不是重点 所以你会看到 今天资产概念股 是不是也被带动起来 所以除了经营权之争 还有就是资产概念股 那为什么我要讲 中福资产概念股 现在它一个月的营收 大概在一百多万上下 一百多万而已 所以算不多 对…可能跟这个 憲哥的月收入差不多而已 才一百多万而已 好 那灯的问题是什么 百分之九十靠租金收入啊 就是我的资产啊 这资产是 中利2万多平耶 还有综合四成的办公大楼 这个也还是不错啊 这被形容叫做捧着今晚的乞丐 还算不错啊 你就知道他虽然没钱 口袋里没钱 但他有今晚啊 对 他还是在稳定 他有土地啊 对 他还是在稳定收出 对不对 那剩下百分之十 也不是纺织的本业 那所以你如果 你真的把这个土地卖掉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啊 所以现在公司派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他想要卖土地 市场派就不爽了 就像你 娟姐你讲 蛤 这百多万喔 对啊 土地 你还把土地卖掉 你还要靠什么钱啊 没关系啊 我土地卖了 我至少分一大笔钱啊 对不对 这个是公司派的想法 对不对 那市场派不爽之后 据说呢就去举报说 他的财报有问题 对 当然我觉得现阶段最大的 是我们在看喔 公司派好像他有 这个五席的董事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可是其实市场派 不知不觉 第一个 他有一个正常的董事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 他有一个独立董事 独懂很重要啊 他可以召开临时股东会啊 而且他的持股 从10%提高到30% 所以突然你刚才讲 娟姐讲 他说我公司派有问题 我跟各位解释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 他说财报有问题 而且据说他不出席董事会 卡住财报 让财报没有办法上架 好 我现在先讲 市场派提出了几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 他说你公司派炒股 因为你看股价从30块 一路涨到70块 两倍多喔 真的涨那么多 我们一听也真的很有道理耶 对 你公司派 那他要求把股价炒这么高 可是我刚才有没有讲一个重点 市场派的持股比例 从10%拉高到30% 那到底是谁炒股 那到底是谁在炒 我不知道啊 这个要 金管会好好来查一查 经营不善 这个要质疑他 那问题是 炒股是谁在炒 这个 这个我觉得 因为你持股从10%变30% 明明就是你在外面 然后你去怀疑别人炒股 就是我口袋苦苦 我说奇怪 到底谁拿了这些东西 这个我觉得要思考一下 再来当然 对 当然 第二个就是 刚才娟姐你讲的 我怀疑你董市长 这个你签的这个财报 有问题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巧 我刚才不是讲他拿到 一个读董吗 那这个读董 他就刚好没有出席 市场派不是刚好没有出席 应该是故意没有出席吧 对 你讲故意没有出席 我讲刚好没有出席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 反正最后就这个财报 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差一点交不出财报 差一点要被暂停交易 好 昨天晚上交了 还好 赶快交了 交了以后大家想说 那没事了 飘一个 冲一个就涨底 有经营权之争 对股价来讲 是不是至少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就会有一些激励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相关的一些个股 最近只要传出有 经营权之争的股价表现 都不错 但其实我回归到基本面 这些有经营权之争的公司 大部分 差来差起 都是为了土地 对 都是为了土地 除了草草 草草是为了秩序 但是你看之前的 台风 南港等等 每一家公司 草都是为了土地 所以我们来谈谈资产股 基本上荣蕴台泥大同远东西 涨多压回的 我们就不看了 说起包 对 好 只能一档 下次我们就做一档就好 好好把那一档讲一下 其实就是台肥 我们来看一下 台肥 其实台肥 当然基本 如果你要从本益比的角度去看 说真的它是高的 但是我们别忘了 它的资产的题材 其实是相当雄厚的 而且基本上现阶段 台肥应该是台湾最大地主之一吧 没错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肥料这个市场 在俄乌战争 没有真正结束之前 我认为这个议题 应该都还有机会 红K棒 站上所有军线 量越滚越大 量增价涨 站上所有军线 对 强势多头格局 对 而且我这边 最后一句话提醒就好 你看出量都是红K 出量都是红K 所以这是技术上 非常强势的讯号 台肥我们来投一下票 因为它是市场指标股 怎么看台肥呢 请举牌 1 2 3 来容续 这个台肥 当然它有两个力多 台肥在我们南港 好像要盖一个大饭店 南港 然后新竹市 它也有精华土地 全省有52万坪的土地 算一算大概1500亿的市值 所以台肥姓田就对了 这个大家必须要了解 资产它现在有一个优势就是 因为现在全球通膨 大家在寻找抗通膨的产品 其实很多人去买黄金 买比特币 我觉得买土地资产 这个最稳 最好 不厚不厚 对啊 因为你如果通膨升温的话 土地也是跟着涨 所以其实它是具有抗通膨的概念 再加上肥料在涨价 所以这一档股票我也看好了 我们回到俄乌大战 俄乌大战现在是不是有可能 会在乌东有另一场卸战 特别是在布查室屠城之后 现在外传 柏罗江卡可能是下一个布查 再接这一消息是 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停权了 那被停权之后 俄罗斯不知道是建设回去还是怎样 我们也不知道 他就说那我不做了 我干脆推出老子不干了 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招 又怎么做解读呢 所以我们都会来解读 到底俄罗斯被踢出 其实表面上 虽然只是被停权 但其实是被踢出了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件事倒对我严重 我们听泽伦斯基之前就曾经说过 他说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形同虚设 这本就是最终的决定 这本就是最终的决定 我们东北再来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件事 我们现在讲乌冬卸战 这样我们看到俄罗斯加强在乌冬的攻击 基本上他把整个顿巴斯地区 基本上他的整个重心在顿巴斯地区 他现在已经把重点都放在乌冬了 对 他把它放成一个口袋 要缩紧之后要让这两个所谓的两个共和国 成为独立共和国 然后加入到俄罗斯 所以他在这两个加强的攻击 此外他要在这个布查地方 进行所谓人道灭绝 残杀无辜百姓的情况 这应该是引起全球公愤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轮是一到现场看 他看了之后发现他都很难过 他说有看到平民百姓无辜都死在那边 他死在路上 横尸遍野 而且不只是布查 旁边25公里一个城市叫布罗江卡 现在也有所谓 这个俄罗斯对人民 无差别攻击的这种情况发生 那我们知道说战争本来就是很残酷的 当然军队之间互相残杀 是一定是因为是战争的打仗 但是如果你去杀平民 杀无辜的百姓 他已经是触犯了所谓战争罪 而且他触犯战争罪 我们有办法审他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 有人说将来召开一个纽伦堡大省 但做得到吗 老师 我们先从这个全球的安全来看 联合国安理会 理当是一个安全的架构 帮助这个弱小被侵入的 我们要谴责他 甚至我们要判定他是不是有侵略的行为 联合国这个宪章第39条 就有规范说 联合国安理会有判定谁是侵略者 如果一旦被联合国安理会所判定是侵略者 联合国会派出违和部队 来作为这个违和 问题是我们知道 俄罗斯有什么否决权啊 对 它是安理会的五大前缘国之一 五大常任理事国 常任理事国呢 其实他只要任何一个人偷否决权 这个案子就过不了了 他怎么可能自己谴责自己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就是联合国过去一大的烂伤 就是过去在冷战时期 这些五大强权 常常就为了自己所谓小帝国的 这些事情或者人权的问题 互相否决来否决去 所以其实在冷战时期 很难派出违和部队 现在俄罗斯本身自己是 五大常任理事国 它有这个否决权 所以只要联合国做任何局 它都可以否决 所以就算安理会又说 我们谴责你 我们要谴责你是入侵者 它一定会否决的啊 所以这是责任之一 这是今天在联合国讲嘛 你们联合国安理会 形同虚设嘛 没有用 那没有这个 所谓行政安全主义没有用怎么办 那我们可不可以走法律图信 像阿冠你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走法律图信 可不可以 审判 那联合国六大常任组织里面 有一个叫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 可是国际法院 它有个问题是什么 它虽然是联合国的常设组织 但是它审理的问题是 你两兆双方 原告跟被告国 它必须同意说 我这个案子 我要送交国际法院 来做审理 来做裁判 还有两边同意啊 要同意才能上去 所以乌克兰跟俄罗斯 我们在民间啊 谁告谁谁告 谁也不用对方同意啊 我就可以告你了 它这个就是这样 两兆都要同意才能到那边 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俄罗斯 对于这个联合国法院 他们有做一个假处分 就针对他们 是不是有违反 这个人道行为的假处分 俄罗斯不承认 他说不承认 我就干脆离席 他就不听审 中国呢 它有一个法 有一个中国籍法官呢 他是投降反对意见 所以这个联合国法院 这个所谓国际法院 现在也没有办法 再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那唯一这样有个办法 是国际刑事法院 我们讲ICC 那国际刑事法院 过去就会针对一些 所谓犯战争罪的行为 或者是你是不是种族 所谓种族灭绝 作为一个审明 目前ICC已经派员调查 有关俄罗斯 在乌克兰 是不是进行所谓 种族灭绝会 违反人道行为的一些感受 那我再讲一下 过去历史上有一些案例 比方说我们知道 之前在巴尔干半岛 南斯拉夫有一个 我们叫做巴尔干屠夫的 他叫米洛塞维奇 米洛塞维奇 对 南斯拉夫前总理 他就是杀害了 许多波士尼亚这个人 那他犯了所谓战争罪 那在他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他被南斯拉夫的政府逮捕 然后送交所谓海牙的战犯法庭 那他当然在审判前 那表示他那时候不是当权呢 他就下来了 对吧 所以对对普丁下台才有可能 所以这问题就是 那普丁未来有没有可能 如果成立一个所谓战犯法庭 那必须第一个 俄罗斯宣认战败 第二个普丁被抓 或者是他的新政府 把普丁逮捕 然后送到所谓的国际战犯法庭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可能相对会困难 所以如果走法律途径 也没有办法来的时候 那现在国际社会在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我们把你提出这个 人权理事会 好 我们都会再来谈 提出人权理事会 倒对无好无好 我们现在来听 子伦斯基怎么说 他说其实现在的 波罗奖卡真的很惨 可能是不查第二 那开始工作 还在这一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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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我们就来继续谈一谈 俄罗斯滥杀平民 因为他在不查滥杀平民 一起全球公愤 遭到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停权 他就干脆自己说 我退出吧 这应该是恼羞成怒了 是这样 其实3月12日的时候 他先退出一个什么叫 欧盟理事会 是 他是欧盟的 其中一个处理政治 也是一个人权理事会 对对对 处理人权跟政治的一个组织 然后也是有47个成员国 那欧盟那时候 也是把他停权之后 他俄罗斯说 他说你们都停我全了 你们这西方的游戏 我不玩了 他就退出了欧盟理事会 这一次是联合国 这个所谓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 投票 把他停权 先把他停权 我们说我们要停你全 但是中国是放弃的 中国没有投赞成票 他投反对票 过去联合国他们的 他是反对票还是放弃 他投反对票 反对票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 我们这个是还有 他的历史原因 这也是因为他刚新成立 所以俄罗斯有恃无恐 他觉得我们不玩 我们就不要玩 也就是说这个单位 其实实质影响力不那么大 这反正是为了要处理 越来越多人权方面的问题 这个人权问题 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严重 而且日趋复杂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 独立的理事会 来处理这个东西 集权国家哪管人权 这回事 重点还是 中国跟俄罗斯 当初是手牵手 一起来做这个 所以这也蛮讽刺的 不过显然 人权理事会的退出 对普丁而言 是不通不扬的 真正打到痛点的 还是他的筋脉 他的能源 他的煤矿 他的油 他的天然气 好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台股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刚刚谈过的 经营权之争 现在来谈谈外资 外资在今天再砍 115亿 让新台币再创 17个月新低 不过在今天台积电不跌了 外资下手比较轻了吗 等我来看看到底外资 还在杀什么 那么稍后要来谈投信 投信在今天倒是买了不少 买了31亿 好 请永续带我们来看 外资在今天卖了什么呢 还在卖呀 但是人家台积电 已经不太跌了 来卖联电 新光晶 台积电 鸿海 卖人宝 新唐 金宝 群创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到底外资大刀 现在是砍向谁呢 第一个就是 主要还是砍电子股 今天外资卖超的 前十名里面 有九档都是电子 只有一档是非电子 所以电子 现在的压力 就比较大一点了 但是你看 这个都大级高票 我们只要散过 大致的电子股就好吗 像台积联电 鸿海 这个我们不要碰就好吗 也不是 连中小型的电子股 它也砍 所以你看 比如说高本益比的这些 细利利亡 这个本益比都四十几倍 甚至百倍以上的 这个就成为外资砍杀的一个对象 第一个 砍高本益比的 对 那高本益比 很多都是在高价股里面 大家要小心 第二个呢 高成长疑率 什么叫做高成长疑率 就是那个郭敏期欧白 不是不要说欧白说 郭敏期一宫 说联发科什么大砍单机 一宫是人 股价破底这种 台积电上星期就有说了 PC 手机这种 所以手机 联发科的手机 PC的连 这个维新 这个本益比算低了 但是被台积电点到 这个有砍单的一个疑虑 有调整库存的疑虑 这个股价走势也非常的弱 先是刘德英 接着是郭敏期 都点到 手机和PC产业 确实有衰退疑虑 甚至郭敏期说 大砍单了三成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了 目前还在高成长的 外资砍什么呢 这种股票 其实就是前一波的强势股 强势股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怎么样 它的基期比较高 缺点就是涨多了 涨多 而且本来是投薪在做 投薪在干 后来投薪也不干 人去楼空 人去楼空 人做茶粮 对啊 加空了也补了 卷也补了 投薪作帐了也做完了 那你外资还留在里面干嘛 简单来讲就是没大人了 对啦 虽然他还在成长 但他涨多 股价涨多就是最大利空 再加上大人走了 没大人 这样外资就跟着砍了 那也是有外资 比较偏多的 好 所以要小心 高本一笔 小心 这个成长有疑虑的 甚至于已经人走茶粮的要小心 但是你刚刚说外资有买的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虽然在今天卖超了超过百亿 他买什么呢 今天买了长荣航空 长荣航空 来买了原金台信银开发金 华航长荣 倒是对航运股 今天做多 而且买了蛮多的 中刚 阳明 东减 买了航运股 买了农粮概念股 买了金融股 所以 娟姐你就看到了 这张买超的 刚好跟卖超的电草并 对 是怎么电草并 它都买传产 10支股票 前十档里面 只有一档电子 叫做原金 其他都是传产 所以现在外资的操作 其实很明显 爱恨很明显 就是卖电子 买传产 所以他有买的传产 金融一定第一个 第一个比如说 像赵峰金 这个中信金 这个外资投信 通通都买超 那最近很多人在看金融股 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档 因为那只金融股是怎么买 那为什么说这两档 第一个 它是美元清算银行照风机 美元资产最多 所以现在美元强的情况之下 它受惠程度最高 台币扁 第二个 同时拥有外币资产 而且活存比比较高 活存比比较高 就是如果升息的过程里面 它活存比 活存因为利率最低 但是我 调高利息的时候 我房贷马上 利差最大 对 我房贷利息马上调高 所以中间的利差最大 所以中信金受惠程度最高 所以这两档 我认为是金融股 最佳的两档 那再来台肥刚刚有提到过 我就不再多说了 元金的部分可以留意 因为元金做这个太阳冷 而且太阳冷有关了 对 太阳冷有关 那因为今年大家都 谈缺电的问题 所以国内会加速建制太阳冷 所以太阳冷的订单 现在传出来是相当不错 包括外资 投信 通通都站在买方 长榮跟长榮行 刚刚我们有提到长榮 很多 那我补充一下 我们把这个长榮的K线 打出来之后 好 来 2603 我为什么会举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把稍微时间 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下面这一条叫做什么 年线 它每一次来到年线 就波段的低点 波段的低点 人可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有在那说演艺材吗 就是他知道 哎呦 他就是要看山 他也要看山 所以不是仅仅 看作国民 不是仅仅看基本面 仅仅看基本面就简单了 所以要包含很多山 也是要看 所以到这个地方 他那反弹 但是你说会不会大涨特涨 像前面这样 我认为是不会的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现在整体成交量不够嘛 台股成交量2000多亿 那个时候 他去的时候 只有三支 这个货贵轮 就要2000亿了 只有三支就要2000亿了 那时候成交量有到五六千亿 对啊 你现在整体台股 才2000多亿的成交量 不用怎么 不用怎么喷出去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来回区间的震荡 但是如果要讲到 那现在已经是相对低点 对不对 对 相对低点 但是如果要讲到 他比较有想象空间的 就一支 长荣行 来 打包办法 再把长荣行打出来 你看他的K线 长荣是跌到这里 长荣行都一直稳在这个地方 他想象空间比较大 但是他会不会太贵 今年要赚三块多 我估计是大概三块三到三块半 有一些法人估到四块以上 那我问大家 如果三块就好了 三块现在三十二块 其实本益比算低 你不要拿他跟货贵轮来比 货贵轮当然本益比很低 但是你要买股票不是买本益比低的 你要买会涨的 成绩的高评 他前面没有什么套牢的压力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适合他涨吗 其实不适合 因为现在疫情升温 那为什么股价那么强 我再让大家看两档股票 观光股就好了 二七四三的这个三富 你看 疫情 不是 问题是疫情升温 我问你有在怕吗 没什么怕 对啊 你说我都打三剂了 我继续出去去找 对啊 因为你看 疫情升温 我们没有升级 防疫没有升级 如果疫情降温 这看起来就不怕 而且不只是这一档 5706的凤凰 来凤凰 我们看 有没有 在做录影响 不怕 不怕 所以这个不怕的背后 其实就隐藏着未来 解封的期待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学医外资的脚步 卖掉电子买传产 或者是卖电子抱着传产呢 各位怎么看 认同的给圈 请举牌 一 二 三 三票圈 回到欧大战 弹簧刀来了 弹簧刀真的来了 之前的弹簧刀 跟这次的弹簧刀 有什么不同呢 而这次的弹簧刀 又加上了美洲师 据说是最强绝密绝杀武器 真的那么强吗 我们等会要来问军事专家 第一个我们要谈弹簧刀 第二个呢 现在刚刚其实我们教授已经谈了 现在战场在乌东 据说呢 美国呢 这个时候会刻意放出一些假情资 来帮乌克兰打仗 它放出什么假情资呢 未来的乌东战会是一个 枪炮弹药跟情资的大作战吗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问的 第三个我们要问的是 昨天呢叶伦说 而且说得非常直白 因为有人问他说 那如果将来中国犯台 那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叶伦的意思是 看看俄罗斯的下场 就是将来中国的下场 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怎么制裁俄罗斯 将来对中国如果中国侵台 那么就比照办理 而且叶伦还说 你不应该怀疑美国的能力 这是我们所关切的这三件事 我们先来谈谈弹簧刀 美国对这个乌克兰的军援 到现在累积已经高达17亿美元 当然除了先前这个外界看到的 标枪的反装甲飞弹 刺针的防空飞弹 现在我们五角大厦证实说 已经提供给乌克兰 这种所谓弹簧刀的 这种自杀攻击无人机 除了先前其实对外曝光说 弹簧刀这一型这个 SWITCH BLAND300型比较小 现在连比较大型的600型 也提供至少10具以上 给乌军来战场上进行打击 中间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这里有一张图是很清楚的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这个很厉害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先前如果是300型的话 大概是这一个比较小的这一架 它其实重量很轻 2.5公斤而已 所以一个人收在这个发射管里面 一个人其实可以带好几架 当然差别在于说它航程时间 大概10分钟 航程10公里 前面也是带一个弹头 基本上可以做自杀攻击 不过对于有装甲车 这样防护的能力来讲 攻击力道比较差 现在给它这个比较大型的 大多少 这个2.5公斤 这个是54.5公斤 大那么多 对 大那么多 所以600不是300的两倍就对了 不止两倍 大这么多 我们其实从这一个 剖面图可以看到 这个是300 这个是600 600它的头比较大 有没有看到前面 多了一个这个头凸出来 这个头就是带了一枚这种 所谓可以穿透装甲 反装甲HEAT的这种高爆弹头 那也就是这枚高爆弹头的威力 非常的强大 基本上你如果像坦克 比较厚的装甲 它可以透过这一个 等于说金属射流把它穿透 所以这样的一个具备 反装甲攻击能力来讲 它因为弹头重 所以寄生座比较大 那同时它的一个制空时间 也比较长可以到40分钟 航行航程也可以到40公里 整个作战半径范围 等于说过去10公里来讲 它往外推 那数倍以上 等于可以在远距之外 直接先发射 发射之后这一型 为什么叫自杀无人攻击机 它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 自空弹药 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弹药 它在征询的时候在空中盘旋 它可以还没有搜寻到目标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等待 在那里搜索的时候 它是一架无人机 但是末端要进行攻击的时候 四片弹一收起来变成一枚飞弹 直接从空中高速 打这一个装甲车的顶盖 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末端攻击速度 应该都可以到达这个时速 180公里以上 那这一型的无人机 基本上来讲 过去300型在这个阿富汗战场上 传出说曾经都已经有测试过 600型来讲 应该是首次在战场上实测 那这一次提供给这个乌克兰军方 这样的一个算是 现代高科技战争中 已经算是杀手级的武器 所以彩皇刀 这次在二五大战会是初登场 对 初登场 600型是初登场 但是就是说接下来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二军的坦克的打击力道会更高 因为除了这个先前标枪 标枪是从地面直接 这个穿透钻脚 或者是拉高这个往下打 那像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 它的一个制空的高度更高 可以在高空 不只是搜索战场 了解战场这个擒之之外 另外同时 他只要发现目标 马上就可以攻击 这就是现代战争所谓的真打一体 过去侦查是分开 跟打击分开 然后这次也传出说 还有另外一型RQ-20 这个所谓Puma 美洲师的无人机 这一型的无人机 基本上来讲我们画面上看到 其实它是比较属于 所谓传统征收式 战场的征收 上面带了一个光学的感测器 对于战场的敌情的这一个 等于说状况可以摸得一清二楚 它也非常清 其实基本上机翼是可以折叠的 所以一个人可以背着 在战场上直接用抛纸的方式 就发射 这有像有时候 像这是另外一型 它是必须要有这个发射器 它不需要你看直接这样丢 抛纸 用人力这样抛 对 直接丢 而且它可以直接回收的时候 其实它自己本身 甚至可以用在海上 它可以譬如说 它的材质都是防水的 基本上非常轻 大概5.9公斤 主要是上面的这个感测器 传感器非常的灵敏 对战场的勤知征收非常的有利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其实非常多画面 我们看到说这次为什么有那么多 这一个二军坦克遭到伏击 从空中看伏击的画面 像这个类似这样的画面 非常的多 伏击的画面为什么可以传回来 甚至你看前几天 在有一个这一个 基辅附近撤离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一个乌克兰的坦克一打十 一打十 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 这当然就是无人机空拍的画面 早就在这里等着监控它 像这里有一辆这个T64 这个乌克兰的战车 在这里预先埋伏 这里是俄罗斯的车队 总共至少12辆BTR的这种 八轮甲车从这边经过 结果它伏击 为什么它可以成功伏击 它躲在一栋的房子后面 它怎么知道这些坦克即将经过 第一个 早就战场勤知 其实已经早就知道他们要走这里 第二个 通过的时候 透过我们刚刚看的无人机 直接提供给它相关的定位跟画面 所以你看它这一辆坦克 躲在这个地方直接伏击 下面这个事后战果去看 这个BTR的这一个八轮甲车 全部被打摊 所以这一次战场 为什么乌军可以小兵力大功 发挥那么多精准打击 背后重要都是无人机 提供了非常多战场的即时请知 现在弹簧道600 这家美洲师到货了 所以美东现在雪战美东 很有可能是更精彩的一场仗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 这场仗其实打到44天 俄罗斯党的里里拉拉 现在据说普丁一专出B计划 这个B计划要对抗的是 在乌克兰背后 强大欧美的资讯战跟武器战 同时外传说 真正的决胜点会是在 斯拉维扬斯克 他们城市都蛮难念的 据说斯拉维扬斯克 就是未来下一个战场的决胜点 我先讲资讯战这个部分 其实这一次 其实从战前一开始 你就会发现 所有俄军在俄乌边界 还没有入侵前一举一动 全部被美军监控 而且不断地提醒说 可能俄军要入侵了 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譬如说 这个哈尔科夫的边界这里 俄军有多少个BTG营战术群 在这个地方部署 然后在白俄 有多少的战机 直升机 在那里部署 全部的一个动作 都这个一清二楚 这就是美军早就透过他的这一个 不管是电针机或者是像 RQ-4这种全球之音无人机 早就对整个俄物边界 莫得一清二楚 还有另外包含像军用 或商业卫星全部空拍 那这个部分情报战的部分 给乌克兰这一次 非常有效的一个精准 打击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资讯战的部分 当然还有包含到后来 包含说这个美国讲到说 他们也等于说了解到 本来俄罗斯打算要动用生化武器 不让他们放假消息 对 不让他们放假消息 然后还有包含像有可能动用 所谓的战术核武 通通在这个俄罗斯要动作之前 就先把他揭发 让他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掌控之下 这种情况可能对他 他是细心揭发呢 还是他刻意放出假消息 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真的假消息 就是说基本上他会发现 俄军有这些可能准备动作 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透过情报的曝光去嚇阻他 那这一个应该是叫做 情报威责的一个新的战略手法 当然这一次的过程中 俄军为什么会打到现在四十几天 还是吞补下乌克兰 就是所有自己的这一个军情 全部外泄 全部让敌人知道你在哪里 你当然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所以这一个情报作战 在这一次当然ISR的 这个战场管理的部分 美乌之间的合作 也算是建立了新的典范 另外刚刚讲到说 在这个斯拉维扬斯克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大概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大概是现在 目前最新的战况图 其实你看北面基辅这个地方 大概俄军红色的地方 都已经测光了 测到白俄 然后测到这一个比尔格罗德州 那这边大概是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现在来讲 可能乌军会把所有北面的兵力 要重整 其实这一些兵力 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 有没有可能转到乌东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动用所谓的预备役 还有一些国际佣兵准备联合 还有乌东本来就有大概六万兵力的叛军 全面要往乌东 这两个 顿内斯克跟卢干斯克 把它占据下来 然后巩固整个南部的这一个 所谓路上走廊 刚刚讲说这个斯拉维扬斯克 刚好位在这个中间点 黄色的中间点 北面有哈尔科夫 这边有一个19亩 现在这几天也在激战 然后下面两个 这一个顿巴斯地区的俄军 总共可能六万人 可能会南北来夹击 这个斯拉维扬斯克 也就是说把这一块 透过南北夹击把它吃下来 这是现在普丁为最后可能他要达成的目标 所以他是一个重要的枢纽 他马上那边他才两边都会连在一起 他就可以这一个表示说 他已经完全百分之百的巩固跟占据 那接下来当然 5月9号胜利日 现在还传出说 这个俄国还是坚持要举行所谓的阅兵 要庆祝他所谓二战的胜利日 我认为这个普丁 还是有可能把5月9号 化成一个所谓的停损点 就是说他把乌东整个巩固拿下来之后 等于是唯一一个可以对内 宣传的一个政治成绩 让内部民众继续支持他 也等于可以避免后面 俄军其实坦白讲已经打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接下来在未来的一个月 双方会有上谈判桌的动作 暂时把这大规模的战事 可能先画下休止符 但是零星的战斗跟持续的空袭 应该还是会持续 从俄乌看台海 很多人关心 那如果中国犯台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欧美会像帮助乌克兰那样 帮助台湾吗 但是不是也同时的 会像帮助乌克兰那样 不会出兵只给武器呢 我们来听叶伦的说法 当然人为什么这么关心 俄乌大战 其实最主要就是关心 台湾如果将来被中国入侵 或者中国也跟俄罗斯一样 那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对 所以这一次台湾 为什么会这么关注 当然过去其实我们在研判 就是说基本上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这些入侵的野心 计划跟守法 跟北京过去不断地在筹划 这个武力犯台的模式 非常的相近 所以这一次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的过程中 非常多的军事动作 其实我们都在持续观察 解放军未来有没有可能仿效 但是仗打到现在 发现这即便是在示范给北京看 也是一个失败的示范 因为特别是这一次 整个过程中 等于说俄军打的 这个不只是说这个非常难看 很多的武器装备的这个战损 让外界也非常的 这个觉得不可思议 那特别是解放军过去 早期他本来就是模仿 仿效苏联红军 建立整个边桩的体制 那一路从这个战区 然后到所有的这个军种 所以你看 这个俄罗斯有火箭军 他们也有火箭军 类似的这种编装的概念 到现在所谓的俄罗斯 有所谓BTG 这种所谓的迎战术群 解放军也有所谓的合成羽 全部都在仿效俄罗斯 那当然中间还掺着了 过去美军在两次波幻战争的 这种精准打击的一些战术跟战法 不过整个建军的思维都仿效 这一个俄军的情况之下 还采购了非常多俄军的武器 包含像苏凯35S 这种所谓最先进的空优战机 过去解放军买了24架 这一型战机最主要是上面 它有两具这个AL41F1 这种所谓的3D向量喷嘴的发动机 它推力非常强 你看刚才都可以在低空做这种Cobra的动作 所以空中它非常的灵活 再加上它的载重能力很强 不管是挂在空对地 空对空的一个飞弹来讲 它算是一个 这一个性能算是不错的这个中轰机 但是这一次我们在俄乌战场上 被这个乌克兰的军方 不知道用什么用飞弹 非常有可能是S-300飞弹 直接击落 变成一只毫无用的这种大鸟 摊在地上整个爆炸这个烧起来 我们看到解放军过去也宣称说 他们拥有这种先进战机 未来都可能在台海的战场上面动用 但是现在看起来 非常多的一个武器系统 在乌克兰战场已经都被打爆 那接下来如果他要用相同的模式来犯台 其实犯台当然更困难 我们中间阻隔了这个150公里的这个海峡 那他这次只是打了入战的状况 都已经打得如此惨烈 受到如此的动作 都还没有像在台海要渡海的过程 解放军未来当然势必面对更多的困难 而且这不是我们在讲 这几天其实你观察美军的包含 像他的参谋联系会主席米利 也都谈到类似的概念 就说今天中国如果要企图 要用武力的方式学俄罗斯 这个入侵乌克兰来并吞台湾 绝对会遭受到更多的困难跟阻碍 所以习近平纵然有这种 并吞台湾的一个野心 不过从这次俄乌战局 打到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解放军很多对台的作战的方式 或者是他武器 或者是他的边桩恐怕都需要砍掉重练 这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所以换句话说 我认为这一个习近平 目前来讲对武力犯台 这样的一个构想 应该会有所却步 而且他应该会看看俄罗斯的下场 再来做决定 我们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刚刚谈过的外资 姐姐带你来关系的是投信 投信在今天买了31亿 投信在买什么呢 投信在搭换股吗 来 荣旭 这个投信的一个操作 其实也有很多的传产的股票 我先快速捏一下好不好 他接买什么 台庆营 旺宏 中信金 开发金 台飞 买了人保 原金 友达 营业达 阳明 我们来看公格 所以我们关心投信 最主要是因为投信所码 都是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标起来都很惊人 对 尤其现在在公布营收 所以我观察一下 投信的一个买盘 电子传产都有 当然它还是偏传产多一点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 其实是业绩不错的 这些业绩不错 然后投信又有在买 我认为是可以跟单的 你比如说像是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的货柜轮航空 但是散装轮的汇洋业绩非常好 三月的营收创新高 而且第一季的最后EPS 已经达到3块6 这个成绩非常好 所以今年预估EPS 可能真的有机会到14块钱以上 所以你看投信买了 在二月份的时候 一 二月的时候买买买买 都没有怎么卖 最近又越买越多 那你股价已经整理一段的时间了 那这个不排除 也有机会跟着涨起来 那另外比如说像是这个星光钢 钢铁股 三月的营收公布出来 有好多都创新高 所以今天钢铁股拉尾盘 拉尾盘 因为今天星光钢营收创新高之外 大成钢 张元 这些不锈钢的股票 营收都创新高 那你看星光钢是投信 买得相当用力的 所以星光钢的一个股价最近很强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2027的大成钢 因为大成钢他有整理过 一样营收也是创新高 但是人家星光钢已经涨到上面去了 他现在还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 大小的差小 因为有一段时间法人没有积极在操作 但是我看今天投信又开始在买了 所以这种股票我认为本利比也低 股价也有整理过 营收又创新高 这个我认为是进可攻退可守 那再回过头来我们看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东减 营收创新高 这个是车用相关的 再来的话 省准最近真的很准 很会涨 过去大家 3558 不知道它是在做什么 它其实是做网通 网通相关的股票 那其实网通刚好是符合台积电 上个礼拜 刘德英所讲的HPC这个概念 HPC很多的 对 高效运算的晶片 其实很多就是用在网通伺服器上面 那今年就是说去年是缺网通晶片 但今年网通晶片跟车用晶片都缓解 所以三月的营收公布出来 车用以及网通相关的三月营收都创新高 所以不是只有省准而已 网通股里面比如说像自邦 自益 这营收都创新高 中壘营收创新高 所以其实网通股去年 都没有怎么涨到的情况之下 最近默默都在涨 我认为是可以留意的 台湾的投信之后 我们现在为您插播最新消息 台湾在今天刚公布了最新的CPI 就是通膨物价指数 画面上 在画面的左边你可以看到 三月份的CPI在二月份已经破二之后 三月份竟然又破三 来到3.27 这是创九年来 九年半最大的涨幅 马上下个礼拜二 美国也要公布CPI了 美国公布CPI很有可能会破八 通膨物压力实在是爆表 那么在通膨物压力爆表的情况之下 现在有两场风暴正在持续形成当中 一场风暴是能源危机 因为欧盟再对俄罗斯实施禁煤令 之前是禁油 禁天然气 接着禁煤了 第二场风暴是粮食危机 那么在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之下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等会来告诉你答案 好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请到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苏维源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一次的欧乌风暴当中 很多人认为它至关重要 所以基辛格昨天传出要来台湾故庄 因为在后战争时代 高效运算会是未来的发展重点 但没有想到 今天竟然传出 我们最近不是才刚说 基辛格要来台湾吗 没有想到 不是要台湾故庄吗 不是为了高效运算 要来巩固台积电的生产线吗 但没有想到 它竟然出现在哪里呢 印度 这是耍我们吗 我们是被骗了吗 还是要临时决定转到印度去 为什么基辛格会到印度去 而没来台湾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今天刚公布了台积电的营收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要来解读 创新来解读台积电的营收 台积电营收刚公布同一天 外资调降台积电目标价到710 问题是那个营收好的不得了 营收好的不得了 为什么外资降目标价呢 对 所以同位朋友是这样子 其实今天我们在盘中 反而圈就在传了 我们也知道了 营收很好 我说真的我不相信 外资他们不知道台积电营收 是往上跳的 但是问题出现在于 我们要解读 外资为什么要卖 营收为什么 创高之后呢 然后呢外资要调降 目标价 我们来看台积电公布的三日份营收是 1719.67亿 月增17% 年增33.2% 是历史次高好不好 好啊 双双成长 第一季营收是4910.76亿 季增12.07% 年增35.5% 好不好也很好啊 双双成长 年增还创下单季新高 偏偏这个时候外资调降目标价 外资在今天其实还在卖台积电 对 今天外资还卖了一万五千多张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你看数字其实要看萌道 我们说其实外资在做台积电 或者做这个联电 这些金融代工的这些 先进的半导体科技 它看的是成长性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 营收是创至高 可是呢各位可以看到 单月营收的年增率 上个月是37 那现在是什么 33 那大家想年增率是下降 所以去年的年增 各位看2021的 上半年的营收在这里 所以到了接近下半年 它的营收已经这么高了 所以你的年增率会慢慢的往下掉 那一行看门头 你记忆起已经开始变高了 表面上看都是成长 问题是它的成长幅度不如 上一次的年增率 赚不赚钱赚钱 好不好公司好公司 可是成长性衰退 这个如果你看得还不仔细的话 来 我给大家看 这右边这张图更明显的告诉你 这是单季的税后净率的年增率 也就是说我贪心 它越来转越多来 税后净率年增率是黄色的 我们提醒官方黄色的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单季的税后净率年增率 各位看到是2019到2020这段时间 大幅的上涨 可是现在是往下 往下 所以你看台积电最有爆发率的是这一段 从300 400 500 600到这段 其实是上段 那这边是刚好做死亡交叉 也就是到了这边台积电会不会赚钱 会 会不会赚很多钱 会 可是它的成长性是往下掉 所以它的价格在这边能够说 合不合理 合理 有没有往上的空间 有 但是空间没那么大 我认为是外资是因为这样的方式 才去卖超 才去调降它的频道 那我们知道这场战争 什么都缺 缺粮 缺油 缺天然气 缺晶片 所以大家都在抢晶片大作战 昨天才传出基辛格要来台湾故装 怎么回事呢 突然在今天传出人跑去印度了 这是为什么 我想的是这样子 说不说 不过谁拿出钱才是老大 所以印度就这样 印度说我要支援这个半导体 100亿美金 不是直接给你这个英特尔 我是给高塔半导体 可是大家知道高塔半导体 在二月份的时候已经什么 英特尔并了它 所以也就是 给高塔等于是给英特尔 对 给它了 因为现在已经变它了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它去那边故装也很合理嘛 还和总理拍照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英特尔没有来台湾而去印度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看到 基本上有100亿的部分 而且高塔半导体是什么 扩大它 高塔半导体是以色列 本来是第九大 第十大的 一并下去 英特尔的事业又扩大 我提醒大家 高塔半导体在印度做的是 289到659制程的 这是成熟制程的 这根本是车用 有不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它就不是手机 它不是CPU这种高阶制程的 所以等于是说 第一个 英特尔可能看下半年 这些高阶制程的 可能没够发 我要投多一些再所谓的成熟制程 所以它到这个所谓的印度去 第二个也传出来说 基本上英特尔它要做什么 它要做晶片 那这个晶片是独立显示晶片 所以据说它要拼显卡 对 那显卡这个场域 它不是已经落后很久了吗 对 如果这个观众朋友你就知道 它怎么突然之间也要拼显卡 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现在去买电脑 基本上只有两种 一个AMD 然后一个英特尔 那英特尔的CPU基本上里面只有内显 就是含在里面的 独立显卡很弱 独立显卡是谁的天下 是NVIDIA跟AMD的天下 所以它这一块它一直以来 都只有你买CPU里面含的内显 可是现在的电竞的需求这么强 所以基本上在2018的时候 英特尔就挖这个所谓的AMD 还有NVIDIA应该是AMD的 这个所谓的资料处理的 这个显示卡的中心的主任挖出来 要做什么 就画面这一位对不对 对 要挖啥 据说他是印度人 他是印度人 那刚好也在印度的南边 去建立什么 我们说的显示卡的研发中心 那所以他刚好去固装刚刚好嘛 所以他可能要去印度拼显示卡 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研发中心 也有可能要去拼金元代工产业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可能可以拿到大笔的补助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样的话我认为其实没有来台湾 那单子可能第一个先往印度走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排挤效用 好 那我们还担心另外一个离空消息 是在今天竟然传出了3M的冷却剂场出了问题 要无限期关闭 无限期关闭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的冷却剂 大家去思考 如果各位你看过CPU CPU它是正方形的 它里面有很多层 那你在制作的过程中 如果简单一点讲 你是不是有散热膏 有隔离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它就要防水防油 那3M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是这个 我们说的是累贩了 我们说的PFAS的这个 这样的化学物质虽然说 它对这个所谓的科技半导体很有用 可是对人体不好 所以这一次比利时 就是验出来有800多位的民众 有含有身体有这样的一个物质 所以就禁你 所以把你这个所谓的冷却剂禁掉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再去思考 过去铁芙龙也是一样 我们铁芙龙不是拿来炒菜吗 当时都方的铁芙龙 都方也出过包 对 那个铁芙龙炭这个炒菜怎么样 它要防水 抗油 可是你吃到人体是有毒的 所以因此这样包含比利时政府 就说禁止怎样 这一些物质来这个所谓的一个输出 你那么回来看台积电的股价 很多人在问 到底台积电的合理股价 应该怎么做评估呢 对 所以我想我们先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 我们说请贼先请软 这一波在卖的人是谁 如果他开始买回来 下个礼拜一定要注意哦 尤其是摩根史丹尼 每次一直调这样木交价 结果一直卖 卖到今天还在卖 所以你看 从二月底开始 卖到现在一路卖 那我告诉大家 台积电什么时候 可能才有这个卖押止注 除了营收公布的上升之外 各位台积电有个东西叫ADR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ADR其实很简单就是怎么样 如果外国人他买不到台湾的台积电 然后他就怎么样 他可以在美国去买台积电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台积电的卖价 其实相对的比较沉重 为什么 因为攸关于前景 来 我们来看折议价 各位可以看到 2019年前 这时候各位看到这是零轴 也就是说 在美国挂牌 对 在美国挂牌的AD价 比台湾贵还是便宜 所以你看 为什么比台湾贵 都比台湾贵啊 比较不好买嘛 你要有相关的费用嘛 所以我去追价嘛 所以他的溢价 这叫溢价往上 所以你买ADR卖的比较贵 你买台湾贵的比较便宜 可是在三月初的时候 反过来喔 因为第一个 外资卖太多 第二个是怎么样 我认为外资 认为半导体的前景不明 所以他就是在外资法人 从费程半导体的ETF 包含费程半导体的ADR 开始来卖 所以等于是卖到折价 那你说折价有没有区间可能有 所以我认为可能底部 也在这边附近不远啦 可是上档相对的 也就是说台积电到底什么时候会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ADR 什么时候台积电ADR的 股价和台湾现货市场的股价 能够出现一个溢价差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台积电要涨的时候 对 比如说今天台积电 在台湾涨1% 然后在ADR涨3%以上 那这就变得是溢价了嘛 就冲出去了 这时候外资就是回心转意 先在美国买 再回来台湾买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扭转的趋势 好 所以目前台积电 还没有翻多的迹象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 其实大家到了今天 看这个新闻 也是无杀杀啦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算价格 那我知道大家都不是数学家 所以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知道结论 结论在这里 断出来就是580到638 那今天如果收盘在580以下 相对在区间低位嘛 就低估了嘛 那就可能往上拉 那这个怎么算我简单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数字说 年增率是35%对不对 对 好 那你看 如果增加35% 去年的第一季赚的是5.39 这是去年喔 5.39 因为今年第一季赚多少不知道嘛 我们就把5.39乘以1.35来粗估 那就是7块27 我在业界听到的 大概就是这个比这个好一点点 就差不多啦 对 所以我们对低标来说 那乘以4倍 我们假设都没有成长喔 就是今年赚26块 对 估计今年赚30块左右 对 大概30块左右 好 那这30块左右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了 你要算它的本益比 现在本益比 我认为外资调整 就是本益比最大的问题 大家知道费城半导体 在去年这个时候的本益比30倍 也就是那时候是一栽充嘛 本益比很高 现在本益比只剩下22倍 所以本益比往下修正 所以就算台积电大赚 第一个成长性降低 第二个本益比被修正 当本益比被修正的时候 你把29乘以20就是580 29乘以22倍就是638 那你说像比如说大摩 它从780往下调成710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最后我们把台积电的股价看一下 我让大家知道那个区间大家在哪里 所以台积电现在是567 对 所以你看680 580大概在这边 630大概在这边 所以刚好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认为这边像是低估啦 所以低估的话 所以它已经超跌了 对 超跌容易弹 可是弹上去后的投资你要特别留意 我认为外资也不见得会去追降 所以你应该是逢高也要出托 好 这是昌仙认为台积电合理的股价 好我们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要带您来关键的是三元营收 三元营收虽然有些公司传出好消息 但为什么股价不涨呢 最主要就是没有意外的惊喜 所以三元营收在今天脚传出意外惊喜 的个股都表现不错 比如说金芯供道的涨停板 钢铁股在今天甩尾 最主要就是反映三元营收 所以我们来谈谈三元营收 请蔡董带我们来看三元营收 三元营收不只要好 而且要好的意料之外 对 黑马都是意外 那包括了金芯 珊瑚化 张远 大成钢 这个圣鱼 华虎等等 那它的营收都表现得很好 优异义气 我们修计一下这个字我们打错了 是剩余202讲的剩余 那特别要注意的 就说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之后 这个钢架的上涨 还有金属爆架的上涨 我们都不知道说 会不会中下油库存回补 我告诉你的确库存回补 所以这一次三月营收 所有的类股最最意外的钢铁 有八家 至少八家 改写历史新高 不应该在三月创下历史新高 那受到什么因素 战争的因素 因为中钢还没有公布 中吼没有创新高 所以这一次钢铁 可能接下来的黑马 会落在这三党 张远 大成钢跟圣渝 营收创新高 我们再看下一个CG 我们来看日K线 大幅已经有的知道 我们比如大成钢 虽然外资有点调节 但基本上维持在高档 张远还越来越增加 这个大幅都已经知道 意料之外的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027的大成钢的K线 今天尾盘吉拉 因为传出了这个营收 因为三月营收是121亿爆充了 它MON35% 所以这是它第一次的 出现了百亿的营收 所以我们估计 大成钢第一季的EPS 将会挑战2块 也跌碎了大家眼镜 一般都估差不多1.6到1.7 第一季可能会2块 我要告诉大家 就紧去拐点意外好的时候 你要买第一基型的股票 包括第一本利比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个就比较没涨到 事实上你看股价 它已经盘整 你假如以三月份来讲 其实它是整理 但是它偏偏营收是创新高 再过来2030的这个张员 我们也一样 股价其实三月份也都没有动 但是明明营收是创新高 当然今天已经大家知道 所以外资今天就跳下去 开始大买 你下面可以放一下外资的情况 外资过去钢铁不会买到这一档 很少会去买到这一档 大家都买中钢中红 了不起大成钢 不会买这个 但是发现营收那么好 它做不锈钢管 现在大家抢这个钢管 所以你可以看外资的大买超 2029胜宇前两天我们有讲过 营收创新高 但是股价其实都还没有过这个压力点 今天这个外资的买超 也开始有点出现了 所以接下来应该会以这三档 钢铁股可能比较值得注意 好 钢铁股各位怎么看 在钢价持续飙涨的情况之下 钢铁股是好的做多标的吗 请举拍 钢铁股各位怎么看 1 2 3 4 4票圈 其实不只是抢钢 也在抢煤 为什么在抢煤呢 因为新的制裁禁令又出来了 新的制裁禁令是 准备要对俄罗斯的煤 实施禁运令 也就是寄出新的制裁惩戒 欧盟已经通过禁止进口二煤炭 而且是从八月份开始 也因为时间是在八月 那现在几月 现在在四月 换句话也就是说 现在到八月还有一段时间 大家赶快干嘛 抢买啊 所以欧洲禁俄罗斯煤炭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什么叫毁灭性打击 就是毁灭性飙砸 因为那成本涨翻了 我们来听欧盟怎么说 那我们来自国联合的 全新的发展 从统一切禁止 从俄罗斯的 从俄罗斯的 开始在氧化 然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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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些制裁禁令 甚至在最终的 决定期间 禁完油 禁天然气 禁完天然气 禁煤 越禁越多 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到 之前欧洲 一直对于这个能 跟俄罗斯能源 买进口的这个事情 一直在那边丢毒 因为就如刚刚影片看到 他很担心说一旦不进 那我成本变高 我跟别人买成本变高了 然后我经济会一起受到影响 可是现在看来就是 很下心来跟他拼了 所以你看到昨天欧洲议会 就投票通过说 好 我们要开始进俄罗斯的能源 注意是所有的能源 包含的煤 包含的天然气 包含的石油 甚至河南料通通都进 真的够彻底的 好 可是原本欧盟 其实是三个月的缓冲期 但是德国跳出来说 不行 所以再多延一个月 延四个月 好 所以刚刚蔡总在讲说 这波钢铁涨这么多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煤 煤是炼钢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所以当煤价大幅上涨的时候 你钢价能够不反应吗 一定要反应 尤其我们刚刚说的 三个最重要的人员 石油 天然气跟煤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煤价 其实煤价才是今年涨最多的 尤其是以欧洲最主要的 荷兰 路特丹党的煤价 今年以来已经涨了138% 而且这个138%还不是最高点 它其实刚之前最高的时候 曾经涨三倍多 好 回到我们说 欧洲对俄罗斯的这些制裁 你说为什么要去砍这个煤 明明欧洲一年要从俄罗斯进 它是45%的需求都从俄罗斯来的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 45% 45%都是从俄罗斯进来的 对 买煤这么多 那你这样一砍那不就是完蛋了吗 那事实上的俄罗斯的产煤 以量来说一年4.38一顿真的很多 但是它全世界只排到第六 换句话说 我欧洲不跟你买 我其实其他地方也买得到 我还有印尼可以买 可以有澳洲可以买 有印度可以买 所以我砍你 其实俄罗斯你比较痛 因为俄罗斯我算了一下 以现在的价格来说 它一年要有1000多亿美金的损失 这很痛 还不止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什么 之前我们不是说 把俄罗斯踢出Swift吗 事实上俄罗斯最大的四家银行当中 其实只有一家是真的被踢除 有三家 尤其是最大的联邦储备银行 好在第三大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以及第四代也是私人最大的阿尔巴银行 其实这四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被踢除 什么意思 原来有这么大一个破口 其实俄罗斯的资金还可以自由进出 所以这一次欧盟也下定决心 我要给你禁掉了 事实上不是只有欧洲做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美国也跟进做了很大的动作 我们看到昨天美国的参议院表决100比0 通过禁止进口 禁止进口俄罗斯的这些能源 那再来还有就是最惠国的待遇 还有一点媒体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就是 之前俄罗斯不是都在讲说 它会有倒债的危机吗 怎么后来没事的 因为那时候美国的财政部给它开了一个后门 就说我们既是既你不可以用美元资产 不可以拿你的这些资产来交易 可是我们没有说不能还债 所以俄罗斯都过关了 但是现在美国财政部说不行 我不再让你用这些资产来还债了 所以接下来俄罗斯还是有还债的问题 刚刚讲到这个最惠国待遇取消 大家可能对这个最惠国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先了解一下 最惠国待遇其实指的是不歧视原则 也就是我在WTO的架构之下 只要是WTO的会员 基本上只要投影像东西 我的税率都要一样 譬如说假设我要买煤好了 好 今天我跟阿官比较麻吉 所以我可能给他税率比较低一点 但是我跟昌信不好 所以我给他税率比较高 不可以 如果你是最惠国待遇 一事同仁 只要投影像东西 一事同仁 可是现在美国取消了这个待遇之后表示 以后我要跟你科多少税 所以我高兴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它影响真的很大 我们就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好了 从1980年起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跟中国开始交易 开始 一开始我就是每年给你最惠国待遇 一年一年的给 可是我们都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WTO纳入了中国跟台湾 同时在2000年纳入了 所以从时就开始就是比照 简单的说 你只要是WTO会员国 大概就是最惠国待遇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表 美中贸易逆差 有没有发现 大概就2000年之后 美中贸易逆差开始往上冲 因为我就是得到了最惠国待遇 可是你看到再近一两年 有没有看到美中贸易的逆差就停止了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去年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新疆的这个 新疆的这些 不当的去用这些劳工 要你去做这些不当的劳动 所以因为人权问题 所以很多的国家取消 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所以你们看到 所以它的贸易其实就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我今天对俄罗斯做这件事情 对俄罗斯的影响可是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刚刚我们才会看到 新闻会有这样子严厉的标题 其实就在告诉你这样子一件事情 好 可是还是回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煤价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波的煤价真的很 真的是很夸张 美国煤价13年新高 对 我们先看到左上角的 就是欧洲的煤价 有没有看到之前冲一根很高 后来下来可是光这两天 又涨了超过10% 那刚刚之前那次3月份 那时候刚那个战争爆发 第一波的制裁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一吨煤冲到400美元 但是现在都还有280 所以就我们刚刚说的 以今年来说 欧洲煤价其实都还有138% 39%的涨幅 美国的煤价也创了13年的新高 这个图因为拉得不够长 现在国际的煤价 基本上都在280左右 特别讲到说 欧洲其实我们刚刚说的 它一年45%的煤都要从俄罗斯来进 其实煤基本上分成两大用途 一个是蓝煤 就是我要发电用的 一个是焦煤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炼钢要用的 所以光蓝煤的部分 欧洲一年要向俄罗斯进口 5700万吨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好 可是好在我们刚刚说的 我不跟你俄罗斯买 我还是有很多人可以 可以买吗 我们刚刚说你可以跟印度买 跟印尼买 跟澳洲买 好 那既然问题来了 那俄罗斯的煤要卖到哪里去 卖到中国 对 这大家头上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 大家都知道 只要往中国去卖 所以你看到 很明显 有没有看到这个走势图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的比例 有没有看到 整个快速的往上爬 事实上中国其实是全世界 第一大的煤的生产国 可是问题是 它的需求更大 我们也知道之前 因为澳洲的事件 它那时候不跟澳洲买 所以它那时候 就开始跟俄罗斯买 跟蒙古买 跟印尼买 现在俄罗斯有难了 中国当然要更赶快 帮俄罗斯消化一下它的煤炭 要不然俄罗斯真的 这一下子它的经济就很大问题了 好 不过这件事呢 让我们觉得影响最大的是 它是八月中旬开始 威远 如果人家跟你说 下个礼拜卫生只要涨价 你可以想见 对 超市现在 大卖场现在排队在 你还满开芒谷的 所以最可怕的是 它今天要进煤 但它又告诉你 时间是从八月中旬开始 那换句话也就是说 现在全市场会不会在 这个时候赶快去抢运 一定会的嘛 是 所以煤价为什么持续的往上飙高 因为我们知道八月中 你就买不到 你现在赶快去抢 所以煤价一飙高之后 钢价就飙高 大家为了要抢船运就塞翻了 所以我们来谈谈 因为近煤令造成了钢铁和船运 对 所以像刚刚这个 蔡总有跟大家讲钢铁 那朱老师跟大家讲这个煤矿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会造成所谓的一个价格 抢煤大作战 对 价格的一个飙高 那我们看到六公里 这六档股票 像这个中钢 叶辉 盛鱼跟这个张远 我想刚刚钢铁股蔡总 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特别去注意什么 散中轮 散中轮就是要运的那个船 对 那散中轮其实它的好处 其实它除了这个煤矿以外 钢铁还有什么 粮食 它有一个粮 对 这是大家都知道嘛 乌溪是这个农粮的部分 乌冬是铁矿沙 所以它等于是两边左右逢源 就是它散中轮都有受到异触的这样子 台昂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其实台昂目前它的骨架今天表现 前面这段时间比较没有动 比较没有动 今天终于站到这个月线跟季线之上 我觉得其实比较注意这一档 因为汇洋KY 2637 对 为什么要来看汇洋KY 因为汇洋KY是这个台股第一大散中轮 那这个它这个传支有137槽 那这个当然选最大的嘛 因为它的获利 各位三月份它营收也是创新高 22.08亿 这个MOM大概在35%左右 然后YOY有60% 所以其实它的表现是相当的好 那我们请导播下面放下 外资的一个筹码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筹码 今天的一个外资 之前都在卖喔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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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今天买了喔 对 今天开始重新观光处出油 重新买回来 而且昨天因为大盘不好 跌到了这个季线的位置 那今天直接开高上去之后 守住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在切头信的部分 我觉得头信更重要 为什么 好 来头信 对 我们再来看头信的部分 好 头信的部分 其实头信在会洋KY这场 个股的操作上面 就是止进不出 它都没有卖好 一路买 对 我们把这个K线图放多一点 我跟各位讲一个猫腻 关键在哪里 它买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这里 好 我们往上对 价格在哪里 来看一下 大概就在这边附近 所以它从上面高檔 因为这边是外资拱上去 头信没有跟 拱上去之后 大盘不好 二乎三争跌下来之后 回到了头信的成本 那头信呢 连续四天都做一个买超动作 所以在这个头信跟 外资都买超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会洋KY应该会是在 下一波有机会做收回 那头信心理就纠结了 上一阶段叫我买长荣 这个阶段叫我买惠洋 那我应该要买海域 还是应该买散装呢 好 任同买长荣的给圈 任同买惠洋的给擦清 举牌 来 惠洋的一票半 一票是放在中间的 所以惠洋的应该是说一票 长荣的两票 朱老师放中间 我们刚开场就谈到 二乎战争让通红怪兽 越来越大支 连台湾今天CPI公布 都已经突破三来到三年二期了 下个礼拜二美国要公布CPI 我们刚才谈到 全球的制裁越来越猛 但是让所有的原物料就越涨越凶 当然通风压力还是很大 所以能源危机 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风暴 还有另外一个风暴 叫粮食危机 好好来谈谈粮食危机 大陆严格清零又催化了粮食危机 催化了肥料短缺 所以冬结汇光的营运很好 三月营收再创新高 那除此之外呢 由于抗议天然气化肥的价格飙涨 秘乳还发生了街头动荡示威 粮食危机是我们马上要面临的问题 蔡总 对 所以这一个恶战争 让回料股成为台股意外的黑马 请看一下东检掌厅 惠光掌厅 台肥新龙涨了7% 甚至化工股的中美食三方 都被带到这个掌厅 大家觉得这个只有台股吗 我告诉你 真的 2022全球股市到目前最大的黑马 就是化回股 我们看一下 有代表性的 上边这一排的话 是中国的这个回料股 雅甲六国化工 云天化 下边这边是美国的 美胜无畏甲回 还有NTR 请观众注意看它的K线 都在创高 而且都是战争之后 加速的这个上涨 那回料股为什么成为意外的黑马 它的背后的推手 第一个 普丁 普丁想说你不要当塑胶 我都不会缓击 我有两个华宝 第一个 天然气 你们啊 try it done 我说不定给你们 欧洲给你断气 很多人都不知道 天然气是生产回料 最重要的一个材料 占化肥的生产成本80% 所以天然气涨 回料一定涨 第二个 更厉害 用粮食 普丁已经做好决定 他说今年俄罗斯的粮食出口 那个非常的谨慎 他给你经济协锅 他不出口 对 经济协锅给你解盘一下 他说能源价格上涨 回料又短缺 所以粮食会涨 那西方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就印钞票 来抢这个粮食 糟糕了 你们这些贫穷的国家就倒霉了 自己经济协锡盘就对了 还给他解对 解对了 秘鲁现在因为天然气 跟粮食的暴涨 暴动 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街头 这个是现在发生的暴动 而且暴动了以后通膨很严重 刚刚在昨天 秘鲁的中央银行把利率升到什么 13年新高 我就不良食 利率又那么高 所以生活很难过 第三个 刚才昌星有讲到 美国把俄罗斯的最惠国把它取消 取消了以后 可以 美国你也要那个回料 你来进口的话加征关税20% 那不是助长美国的这个负担 你知道美国现在有一个东西 你就想不到 混土变黄金 那个动物的便便 便便抢手货 因为没有肥料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肥料 都是那个无机毁 但是动物的 现在连有机肥都爆红了 都爆红 小动物的便便都爆红了 现在动物的便便不要乱丢 比去年还涨一倍 他们现在一公顿可以卖到14块美金 观众没有感觉 国内汇止回收价格的十分之一 便便这么值钱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来看这是台湾的化肥股 我们再来看国际的 国际的也一样是涨翻了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观众一定盲点说 有啊 像我们的节目 在东减40块就介绍 你涨到这个地方叫我追吗 好 回来看有没有业绩 对不对 有业绩就可以追 没有业绩还追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蛮早就提醒了 对 我们大概在三十几四十周附近 对 我们是 现在已经涨到哪里了 现在涨到61块了 对啊 假回占51% 我们最重要看这个基本面的 你看 假回冲2008年的新高 还在高吧 而且他还有个金基模 东棉 对 他转投资 这个是做什么 这个光通性主动的元件 这个薄膜的绿光片 用在5G的光纤的网络 那冬检我们直接看K线 1708的这个冬检 那已经喷成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外资 我觉得外资在第一时间 真的是没有看 把我们的节目好好看 40块去掉他就在买了 不要发现说不对了 卖错了 今天买很多 今天买了快8000张 我去打听一下 美国连动物的便便都这么贵了 那这个一定更贵嘛 好 你看 发现不对 今天把它买回来 回头买了 回头买 这有时候就这么奇怪 功课没做 那如果不敢追东检呢 其实化肥股蛮多的 对 我们看下一个 我觉得现在 下一档台会 我觉得华人 现在会买这一档 为什么 他有EPS 青年新高 青年新高3块1 尿素 尿素它最主要是在租毁 就中东合作的这个情况 但是台毁这家公司 最有价值的是土地资产 1700亿 1700亿是什么概念 17个资本额 17个资本额 刚才开产完 阿冠已经丢出一个 接下来悬股密码 CPI 10年没看到3%以上 通膨 那我问你 你现在能对抗什么通膨 资产 对 资产股一定会动 观众要注意住 有土地的那些资产股 未来一个月股价开始会动 所以我们也回来看K线 外资 来 一切二二的台肥 外资这个你看 最近也在买 大买 今天少货 好 投信 投信不敢买东检 投信转向 买台肥 对 你看两个华人都在大抢台毁 这个姿态已经摆高 而且台毁今天是创下波段的高点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大比亚陌生的 这个汇光 都是这样的 它农药60% 算是比较有点周边的 不是直接回料 但是它有一个地宫膜 地宫膜是什么的 是那个 我们农业的时候要水土保持 所以在那个下面铺了这一层的塑胶膜 地宫膜 那中国现在粮食的危机也即将来了 所以他们也会鼓励农民去种植 种植的时候会不会对地宫膜的需求 有啊 这个股价也很恐怖 飙得很恐怖 因为它资本比较小 股本比较小 所以轻薄短小的优势 好 那蔡总要提醒一下 因为今天台湾公布CPI 3.27 真的是破表 创下9年半新高 下个礼拜二美国要公布CPI 我告诉你 一定是 也是破表 不知道破到这边的表 现在说可能会冲破8 对 8% 而且一般认为就说 不管是欧元清美国 因为能源的这个粮食 能源跟粮食就核心物价 核心物价 这个冲上去了以后 通常核心物价起来 都会停留一段时间 不说我们一个月就结束 可能就三个月几个月 所以一直到夏天 一直到夏天CPI都很高 那这个就会使得 联总会就 好啊 都不要考虑了 我五月就可以撑两码 被你缩表 到时候又把那些高估值的科技股 又压下来 这个要注意